大胆 我已经本王允许 谁把我的围杖换得如此严肃 来呢 王爷 别找了 你家小姐不在这儿 对了 吩咐后厨 给本王煮点醒酒汤来 是 王爷 这你 丁青柔 王爷昨晚睡你这儿 那你睡哪儿啊 要你管 我 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 我想学学卧薪尝胆不行吗 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 当然是假的了 你不是告诉我 把这里当自己家吗 于是 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所以呢 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 这可了不得了 又倒是男女瘦瘦不亲 请让姑娘这么做不太好吧 她 她不是男的 不不不 这她 她分明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男的 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 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 再插上一刀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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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这 你说这年头男人难做女人难做 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 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秦柔 我看你以后啊 还是得小心点 你就别抱怨啊 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任你随便选 还不行吗 真的假的 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 你说我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 瞅你那小家子气 给我倒杯水 喝茶 小姐 你回来了 小姐 喝茶 这是我刚泡的龙井 对了 小姐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上上香 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 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福 顺便 顺便什么 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 好啊 我正要说的是 你想得好 想得妙 想得呱呱叫 最近天气这么好 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 强身见骨 陶冶一下秦操 你这个想法不错 太好了 我最近有门房准备马车 我们去法门寺 不 我们不去法门寺 我们去清远寺 清远寺 这帮古代父母是有多无聊啊 一年到头的搜索活动 除了花卉就是花卉 还有上香 这么有意思 好了 走吧 小姐 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 城里的夫人小姐都愿意去那里 那里香火鼎盛 哪像这里呀 又远又没意思 你懂什么呀 真正修行的人 要那么热闹干吗 你看看这儿 环境清幽 易境高远 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 高远 哪里高远了 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 叫大隐隐于世 小隐于山 照这样说来 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修行的厉害呀 你还学会顶嘴了 我其实呢 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 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 都是他搞的 我看哪 十有八九 跟杜亦是一果的 我跟你说 这世道上 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 骗子最多了 走走走了 你又饿了 对呀 那咱就赶紧走吧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哎呀 别着急 他这个菜啊 一板一眼毫无特色 我 我都已经吃腻了 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 三岁开始到现在 你算一下 你怎么三岁就进来了 哎呀 说来话长 三岁的时候吧 我得了重病 那个时候家里边 没有钱给我看病 恰巧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高僧 说我原本就是什么佛祖座下小童 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 就能平安无事 所以我的父母 就把我送给他了 哎呀 这封建迷信啊 真是害死人 真可怜啊他们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厨艺大师 李铁大阿 和银梁学家 两位小师傅 师傅好 师傅好 请问你们的师傅 今天在寺里吗 我们师傅今天不在寺里 他去忠义府念经去了 哦 不在啊 那我找你们好了 我呢为了参加美食大赛 专门研制了一种 绝门的素食手艺 不知你们可否帮我尝尝呀 是 来尝尝吧 好 快 好吃吗 哎 你们别光顾着吃啊 我叫小姐问你话呢 嗯 嗯 你们师傅名气那么大 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 你们作为他徒弟 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 而且你们这个领域 发展前途那么好 但是竞争也相当的激烈啊 那你们觉得是竞争多一些呢 还是机遇多一些呢 嗯 照这俩小和尚说 看来真是玄空搞的鬼啊 回来了 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香 没个一天半日根本回不来 你为何如此快啊 我能是一般女子吗 哦 不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倒要试试 跟我来 干嘛呀 冰块脸 哇 好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妨猜猜看 若是猜中有傻 不是叫追风就是叫踏雪 要不就是惊蕾 要不就是惊蕾 你是怎么知道她 她叫追风 这么大众的名字 用搅着在盖儿想都能想到 这批小红性情温顺 非常适合女孩子起 小红 我去 你竟然叫她小红 这么low的名字 low 哦 对了 你会骑马吗 我 当然会了 冰块脸 我给你唱歌啊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潇潇洒洒 操洒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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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